好啦 来 汤老师 我们就来看看 哪些生肖命格的人 他是属于那种 越丰满会越有福气的 就是不能太瘦 有一些命格 观众朋友要注意 有一些人是天生不能太瘦 瘦了没有福气 运势还反过好 其实就是说 你的命格当中 有没有带有桃花 或者是鹿马 或者是匠星 如果你的命格 有这三个星座 入到你的生肖命格里面的话 代表就是说 你如果有点风雨的话 你的这一种体态 或是你的运气 也会跟着加分很多 第一个的话 生肖如果是属马的朋友 我耶 真的吗 就是我耶 你太瘦了 没有 我跟你讲 我有五十几公斤 我有快五十五 因为我现在运动 所以你看不到我的风雨感 其实你知道吗 我的腿是有肉的 我的身体也是有肉的 好了 来老师 生肖属马的朋友 第一个 然后如果你的出生的时间 刚好是中午的十一点到一点 五十出生 如果生肖有重 就有大概有六十分 如果你本身来讲的话 你的出生的时程有重的话 那你就可以再多加个三十分 那这个主生肖 就是生肖属马 中午出生的 那有什么样的运气呢 就是桃花显贵 而且人脉钱脉 其实生肖属马 又配上这个 辞城出生的人呢 其实他人缘桃花 是还蛮旺的 然后个性呢 也相对比较直率一点点 所以他可以去做生意 当他如果想要赚很多钱 想要去做一些 公共关系的产业的时候呢 那如果他把自己用的 比较丰满一点点 那你会发现 其实有很多 可能做八大行业啊 或娱乐业 假设有一些干部 他们刚好是这种命格 哇 他真的业绩超好的 因为他的交涉手腕啊 或者是说跟人的应对关系啊 别人看到他都会喜欢他 因为他们天生就有一种 不会太柔 但也不会太刚 他会有一种让人家觉得说 好像跟他讲话沟通呢 都很像很好相处 很好谈判的感觉 所以他的手段呢 其实还蛮不错的 就业务能力啦 业务能力 还有交涉能力 桃花呢本身也够 所以这个是蛮厉害的 好 那第二组命格呢 就是生肖属猪的朋友哦 那如果呢 你又是我们的晚上的 11点到1点出生 就是所谓的子时 这样的命格呢 代表什么呢 就是 诶 降心入灵 有份有量 有一些人呢 他就是要吃的稍微有一点分量 他的事业会越做越大 而且呢 别人也会对他的信任感 会更加强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像这样的人来讲 其实他的事业功呢 是还蛮好的 因为这有个太阳的力量 然后还有降心的力量 其实呢 如果像这样的命格呢 很适合去做事业 不论男生或女生 其实呢 一辈子都闲不下来的 那也不要让自己闲下来 闲下来 他会觉得自己没有成就感 所以像这样的人 如果说他把自己吃的比较风雨一点的时候呢 那他的体态呢 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很有威严 那种感觉摆在那边呢 就是一种权威 一种信任的力量 所以这种降心呢 我们讲 你如果有一点风雨的身体态的话 你的分量呢 会带来很多别人的对你的信任感 或者是说你讲一句话 就很有威严 你讲一句话 就会说服别人 所以这种分量感呢 就是生肖属猪 又是子时出生的 更加明确 好 看一下第三组呢 就是生肖属虎的朋友 好 那什么时程呢 如果你是未时出生的 就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 生肖属虎呢 本身呢 他就是有点劳碌命 他的劳碌呢 就是因为他想要呢 去照顾身边的很多人 或者是说他想要让他自己呢 在这个家庭当中 或是在这个团体当中 他想要获得成就感 所以他本身就会因为 要得到这种成就感 他会比较劳碌一点点 那尤其未时出生的人呢 他更想要努力的赚钱 然后想要把这个生活啊 家里的整顿好 如果他出生比较低一点的 他就会有这种 想要改变家里的环境的这种决心 好 如果是未时出生的话呢 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就是立业成家 入马入库 因为呢 有一些属虎的朋友呢 他就会到处奔波啊 事业很忙啊 是 但是呢如果你是未时出生的朋友 那你呢 越老呢 你就会发现说 把自己呢 体态用得比较风雨一点点的时候 你就会减少这个劳碌感 而且你的打拼呢 会真的遇到好的成就 把这个钱呢 存住 然后事业呢 也会做得好 家庭呢 成家立业之后 老运也会跟着好 是 是 Kir heal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